張蔭權的涉探案就審完了,三項罪名有三個不同的結果 第二項涉及東海花園豪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大比數8比1裁定罪名成立 他成為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定罪卸任最高級的港府官員 第三項涉及何周禮的受勳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一致裁定是不成立 至於行政長官接受利益罪未能達到大比數的裁決,法官解散陪審團 達到下星期一下午判刑及求情 究竟未能達到大比數的意見,這條罪是怎樣處理,會不會重審等等 我想也要等到下星期一才知道 而蔭權就保釋到下星期一,然後就等待判決 他會不會上訴,我想也要下星期才知道 這件案件判決之後就有相當多不同的意見 可以大致總結是這樣,有些人覺得 你虧貪嘛,你還有應得啦,無論貪的款額大還是小也好 如果在大陸的貪官來看,那這些幾十萬 其實都是只不過是九毫一毛的東西 有些人覺得,我看過一些大陸的輿論這個說法 或者一些微博上面的說法就是蔭權 其實氣魄不夠,貪那麼少這樣 但是無論貪多貪少都是貪,如果是貪證他確鑿的話 需要受到懲罰,這個在我法律底下就是理所當然的 也有些說法就是,好像剛才這樣說,就是替他不值 其實他也是小便宜來的,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最後會令到他要坐牢呢 他也不是一個壞人,不是做太大的壞事,我剛才說過 他自己也承認,他要比白更白的,他現在出現這個問題 當這個法庭是做了這個裁決之後呢,我就覺得 我們沒有說我們要尊重這個裁決 第三,也有一個說法就是他被人整 我完全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他是被人整的 因為如果跟時間來講,其實 就是在他所謂涉及一些內地,或者用接受款待 那件事是接受款待開始講起的,是不是 就是坐人家的遊艇,撤人飛機,然後就 一路順藤摸瓜,牽涉到這一點 那究竟那個消息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跟那個當時的政治氣候有什麼關係呢 跟選舉有什麼關係呢 那在當年已經成為了很多談論的一個內容 那講還講,我們沒有任何的證據 就是法庭的判決呢,是看證據的 如果你沒有證據,那只不過是會成為政治 以語,茶如飯後的談話資料來的 那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對於香港這些高官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警惕和教訓來的 在香港這個社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無論你的權利有多大都好 如果被人揭發了理,和這個觸犯法律 甚至去到收受利益,貪污受賄的情況下 其實你很難做得了 你很難做得了 亦都是給大陸的高官有個警惕的 無論你的權利有多大,就是在一個獨立司法的制度下 其實要將一個犯了法的人成之於法呢 其實不難的 在一個獨立的司法系統下,只要有足夠證據 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呢 不論對香港擁有很多很高權力的人 或者在大陸擁有最高權力的人 其實都是可能會面對相同的問題 如果那個司法制度是獨立的話 所以大陸最近一直很強調就是說 這個司法獨立是不可以說的 是不可行的 在這個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面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只有黨最大的 如果你法庭比黨大的話 那黨怎樣管治呢 這個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政治體制 永遠都爭論沒有結論的問題 在大陸現在一錘定音 在香港就很清楚了 我們仍然堅持司法獨立 我告訴你是前特首 但現任特首又如何呢 大家都不其然會想到 曾任權被判有罪 那梁振英怎樣呢 大家都記得梁振英這個UGL事件 由他上任初期 甚至未上任之前已經被揭發出來 到今天我們看不到有任何的存進 那是不是因為他是這個香港特首 所以他委任的這個廉政專員 就不敢動他呢 我不知道 有李寶蘭事件這個醜聞出來之後 令到那個疑雲更加難以去解釋 這個收受五千萬 他一直強調是他做特首之前的一個協議來的 但是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 你做特首之前的協議 但是你收錢是在任內做的 為什麼你不申報呢 其實曾任權所謂行為失當 都是涉及不申報的問題 他不申報和黃楚彪租這個東海花園 他不申報找何周理去裝修他的房子 是不申報的問題 所以就是行為失當 那如果梁振英不申報 是不是又是行為失當呢 我就覺得廉政公署 要給公眾一個清楚的說法 而且也有傳媒揭發 梁振英在他任內 是轉移過他在離岸公司的一些股份 那些股份轉移他是不是需要申報呢 是賣還是買 還是左手交右手是不是也要申報呢 不申報是否又是行為失當呢 那我就覺得梁振英今天 仍然是可以不受任何的調查 我先不要說檢控 我們看不到一個公開的 告訴我是在做這個工作 有公不公平呢 有一個消息傳出來 就說梁振英很快 可能在下個月 就會晉升政協的副主席 國家領導人的位置 做了國家領導人呢 是否又等於可以免於刑責呢 是否ICAC更加不敢查你呢 如果查就會查國家領導人呢 我覺得梁振英是扯慢高興的 因為習近平打貪呢 有很多國家領導人之列呢 都被抓了下來 現在是在坐牢的 我數不完 有相當多 那不是國家領導人 就是有免死金牌的 如果在中國的權鬥裡面 你輸了的話 我告訴你你是誰 他都不怕的 都會抓你落馬的 一分鐘就會坐巡城 那所以 有執暗權這件案 在前 會不會令梁振英 寢食難安呢 那我就覺得很快 這一屆政府就不完 那我看看 新政府上場之後 這件案 會不會重新 會成為調查的對象 我們大家就著述